没想到,你已经替我做那么多了,你真好 防风易应死的时候,后悔在涂山家葬送了她的一生吗? 我想,她既后悔,又不后悔 防风易应其实爱着的人一直是涂山猴 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翩翩公子的一见钟情 某一年的花灯节,防风易应和女伴在外游玩放灯 没想到出了意外,防风易应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她不会游水,偏偏又被水草腰缠住 一个男人出现救了她 她撑着一夜偏舟,一边带着防风易应观赏花灯 一边帮她寻找同伴 防风易应问她,为什么会一个人来看花灯? 她说,特意来看一个女子,听说她来看花灯了 防风易应听到回答后,顿觉微微失落 后来,防风易应寻到了同伴 她听到她们叫眼前这个小姐易应 突然问道,你是防风小姐? 她得到了防风易应肯定回答后 笑着说,原来是你 说完,她就撑着偏舟,滑向了灯海 防风易应听到远处有人叫涂山公子 她应了一声,防风易应便以为 她就是和她定亲的涂山公子,特意来看她 她眺望着她离去的方向,又惊又喜 心里居然也回荡着四个字原来是你 防风易应准备好嫁衣,欢喜地等着出嫁 却传来涂山景病重的消息,婚礼被取消 防风家打听出涂山景不是生病而是失踪 舍不得把她这枚精心培育的棋子浪费在个死人身上 想要退婚 防风易应不顾父亲的反对,穿上嫁衣 千里迢迢赶到清秋,唯一的念头就是 一定要找出害涂山景的凶手 防风易应到了涂山家以后 便以涂山景的妻子自居,尽心尽力地侍奉涂山泰夫人 涂山侯一直在外忙涂山市的生意 两人从未见过面 当她确信,是涂山侯害了自己的弟弟涂山景时 她就决心要为涂山景报仇 等涂山侯回来后,就设法杀了她 那天是上缘灯节 涂山侯刚做完一笔大生意归来 防风易应搀扶着涂山泰夫人去迎接 满府都是花灯 涂山侯提着一盏水晶灯,徐徐行来 防风易应呆呆地看着涂山侯 耳畔轰鸣的事原来是你 那一刻,防风易应的恨话做了满腔欢喜 她不管眼前这个人究竟是谁,又做过什么 只要与她第一次见面的这个人还活着 就心满意足了 偏执错爱 于是,防风易应和涂山侯 瞒着涂山家所有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涂山景居然没死 并且还回到了涂山家 后来,防风易应和涂山侯的私情曝光 并且还骗了涂山市所有人 让大家以为他们的私生子涂山天是涂山景的儿子 涂山市九位长老大弄 对他们进行了单独的审问 防风易应始终一言不发 涂山侯将所有的过错推到防风易应身上 说是防风易应难耐寂寞,主动勾搭她 防风易应这才知道 原来她从未认识过涂山侯 或许当初的那第一次邂逅 也是涂山侯提前设计好的 涂山长老们将所有的怒火发到易应身上 他们还召集了易应的父亲防风组长 没想到防风组长也恼恨女儿的丑事 他完全同意九位长老的提议 防风易应的父亲和长老们 想要对她实施各种酷刑 却被涂山景坚决阻拦 防风易应被关起来之后 涂山景去看她 并问她愿不愿意回到防风家 她摇了摇头 说在涂山家生活多年 那里早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 要不是放不下天 她早就该死了 防风易应问涂山景为什么不恨她 为什么不同意用酷刑折磨她 因为涂山景应该是最恨她的人 可她没从她身上看到一点的恨意 原助理 涂山景对防风易应说 我母亲的所作所为已经告诉了我 恨永不可能终结恨 杀了你并不是惩罚 只是泄愤 我不想我们之间的仇怨再获及下一代 让天儿变成第二个猴 防风易应这才明白 原来不是涂山景配不上她 而是她配不上涂山景 涂山长老们想处死防风易应 涂山景坚决不肯 就在这时 易应自己提出愿意用精血灵力 为涂山市寄养石神 这对涂山市百利而无一害 长老们自然答应了 两年后 涂山景想了个办法 让防风易应假死 把她安置在清水镇 每年安排涂山天陪她几个月 防风易应寄养过石神 寿命也就几十年 又过了十几年后 涂山猴设法找到了防风易应 花言巧语说服了易应 利用天儿帮她诱杀井 防风易应居然答应了 涂山景收到天儿病危的消息 她知道这很可能是陷阱 但是为了涂山天 她还是带着涂山市所有暗卫去了 一去果然是陷阱 涂山猴出现了 她联合枪炫解决了涂山市所有的暗卫 提出要跟涂山景公平决斗一次 涂山景本就不擅长打斗 自然不是涂山猴的对手 就在涂山猴要一掌击毙涂山景的时候 一支箭从涂山猴身体穿胸而过 原来防风易应答应帮助涂山猴杀涂山景 一切只是为了诱杀涂山猴 原助理 她对涂山景说 我答应猴设置这个陷阱 不是为了诱杀你 而是为了诱杀猴 我以前就和你说过 我和你不一样 辜负了我的人 我必要他偿还 天儿的毒已经解了 我留了一封信给他 让他知道他的父母做错了事 希望他长大后 能帮我偿还欠你的 井 对不起 不是你不好 而是你太好 老天知道我配不上你 所以让我先遇见了他 涂山猴和防风易应同归于尽了 防风易应死前 终于听到涂山猴 在涂山景面前承认 他是他的妻子 这一次依旧不公平 又有人帮你作弊 还是我的妻子 大战后涂山景也身受重伤 失踪多年 经过千辛万苦 才死里逃生 回到小妖身边 涂山天一直是涂山景在教导 行事风格很像涂山景 他看了母亲给他留的信 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自始至终 他都喊涂山景爹爹 喊涂山猴伯伯 涂山猴爱过防风易应吗 没有 他对防风易应一直都是 三分喜欢七分利用 他永远不会为了防风 易应舍掉自己的生命 他死前的那一生妻子 也不过是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他想对这个喜欢的女子好一点 就好比枪炫 为了巩固皇位 先后娶了十位 和他有政治利益牵扯的女人 枪炫可以对这些女人好 但不会爱她们 她们这样的男人 爱的永远都是自己 张小贤曾在 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 中写道 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 多情 野蛮 任性 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防风易应很坏很可恶吗 并没有 他只是恋爱脑 后悔爱错了人 为此偏执地做了一系列的错事 但终究 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生妻子 而且敢爱敢恨的他 在涂山家这一生是不后悔的 他因为爱上涂山猴去了涂山家 却因为涂山井留在了涂山家 作为涂山族长夫人 涂山家给了他作为女子应有的尊重 他不再是父母精心培养出来 与世家大族的交好的棋子 他可以在涂山家尽情施展才华 做最好的自己 要知道 能得到丈夫早逝 儿子早死 以一己之力称其整个涂山家的涂山太夫人的器重 防风易应 又岂会是普通女子 防风易应遇上涂山猴 是他此生的不幸 遇上涂山井 却是他此生的幸运 全是不幸运的 优优独播剧场——描业